我要命 不要錢 護士控機型輪班駭命 來 我要命 我要命 我要駕 不要錢 不要錢 昨天下午在勞委會前 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公會 高舉要命不要錢的抗議標語 用行動句抗議機型頒表 讓護士變成血汗勞工 拿著頒表 什麼 我這裡班有三種花花班 混亂的頒表 讓護士們往往得連續加班 超過十二個小時 身心俱疲 近一年已有六名護士 因壓力大過勞自殺身亡 只可以有一種頒表 不可以這樣子兩種班三種班 這種頒表造成每個護理人員睡眠不足 都在失眠的狀況之下還要上班工作 這種狀況下怎麼可能不會公傷 怎麼可能不會過勞 怎麼可能保住病人的救醫安全 這個月十七號 高雄軟綜合醫院護士張簡淑君 離癌過世 生前吊點滴抱病值班 令人心疼的一幕被人拍下 日前長庚醫院護理師林美琦 因為經常連續三天上班超過十二個小時 他投書CNN披露台灣護理人員工作黑暗面 希望能喚起相關單位正式護士公食問題 東新聞綜合報導 東新聞綜合報導 東新聞綜合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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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新聞綜合疑